七岁学滑板 八岁进省队 九岁参加全运会 十岁开始参加国际大赛 十一岁参加奥运会 在外人看来 正好好的滑板之路如有神助 而好好告诉我们 他背后的神所谓天才的这片天 就是自己的妈妈 为了全力支持女儿走滑板专业路线 王哲是辞掉了原来的工作 担任起了广东省滑板队的翻译 而在陪伴好好训练的比赛过程当中 他也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角色 为女儿营造轻松的成长氛围 出征巴黎前 好好小学毕业了 在整理他的书籍时 妈妈无意中翻到了 女儿九岁时写下的一行文字 无意中翻到 就是对你来说成功的人生意味着 成为滑板行业精英 还是挺感动的 可能真的是对这个事情 还是比较热爱的 所以家长就支持就好了 王哲说 陪着孩子练习滑板的这几年 自己也经历了一场蜕变 从最初的焦虑心疼 到如今学会放手 他和女儿都在成长的路上 家长还是会有一定 这样的紧张的情绪的 就是总想在场边指导一下 因为年龄比较小嘛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听话的 那种状态 我就是不让他在看台上 说说说的 然后我不想让他喊 我就觉得有点无语 就是你们不要把你们大人 那种焦虑和压力传递给我 这是就是他的原话 当时我是特别受触动 所以在那个之后 在看他比赛的时候 我知道就是他肯定 他是有想法的 他是有自己化解 他焦虑的或者压力的 这一套方式 他自己有自己消化的方式 慢慢的 王哲和好好的教练 达成了共识 尽量不向孩子灌输竞争意识 也不施加压力 而是做好技术指导和保障工作 让好好在轻松的氛围中 训练比赛 尽情享受滑板的乐趣 第一次参加这种 全国性的赛事 全国锦标赛 然后那次开始 他就已经是这种 非常松弛的这样的状态了 就是姐姐们都在后面 很认真的练习 然后他就在场边 拿一个球 放在滑板那个板头上 啪 一踩这个滑板 然后这个球 就弹到他的怀里来 自己就笑得咯咯咯的 就玩得不亦乐乎 放松 平日里 除了照顾好好的生活起居 王哲还当起了后背康复师 随时帮女儿进行恢复放松 而妈妈的这些付出 好好也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这次包调人说吧 我就想争取 拿一下前十六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去巴黎给妈妈 买一个礼物 不管你的这个成绩怎么样的 你能够走到哪一步 或者是不论哪一场比赛 你的失败也好 成功也好 我觉得在妈妈眼里 你就永远就是妈妈眼里 最优秀的小孩 反正妈妈就在身后 家就在身后 你就随意的 勇敢的去飞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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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